字幕开放 你说我的心音好听吗 一定很好听哦 那别的时候更好听哦 字幕开放 字幕开放 歌好需要什么服务 我是想玩游戏 我不是接游戏单的 我又不是接聊天单的 我是接视频单 那可以视频一起玩吗 因为视频都还是非绿色的 所以不是你想象的正常的那种视频 自负宝就微信下单吧 不如理2008 不如理的话是200 如果是你觉得我不合适的话 或者是说希望长什么样子 你跟我说 其实我就签字很多人 我是小周 其实这期视频呢 是被我列表里的好友们 爱个催着录的 也不知道我这些天在玩什么 今天要跟大家吐槽的呢 就是我个人比较讨厌 遇到的一种陪玩的老板 就是浪费我时间的人 因为我前两天确实遇到了 这么一个浪费我时间的人 他先是用一个号跟我聊天 然后再用另外一个号去下单 之间他还要加我的企鹅号 我一开始以为 他是为了更方便语音沟通 但并不是啊 他下了单之后 一直都没有说要打游戏 一直都不回我消息 然后呢我也在等 因为你下了单 我怕你随时要玩 然后我就干别的事了 会给你造成一些不好的体验 那我一直在等他 他也一直不回消息 过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他跟我说 先不完了 我有事再忙 然后呢他就去点了退单 因为我是可以那个 无忧退款的 就是你直接退就可以 但我没有让他无忧退 他点了退单 我直接穿个返还给他了 就我觉得你退很正常 对吧 但是你不要让我等着 一个多小时呀 我觉得你去浪费别人的时间 你去给别人造成困扰 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好吧 他在第二天晚上11点半的时候联系到我 在秉施上面问我说我没有回他的企鹅号上面的消息 然后我去回复了他 我一直以为的都是这个人他是要打游戏的 我就问他 什么时候开始你什么时候上号 他就开始搞花板子了 他问我 可以坏坏的吗 可以W吗 然后我去问我列表里面的男生 我说W是什么意思 我列表里面的男生也不理解 我就问这个人 我说W是什么呀 我不理解 他说不理解就算了 然后就没有回我消息了 我就懂了 你想搞点有颜色的东西 搞点有颜色的东西 你干嘛在网络世界上面搞啊 你去现实里面搞的 离谱 反手给他举报了 漂亮 名为陪玩实为裸聊 陪玩行业到底有多乱 近日呢有调查发现 火热的陪玩背后 部分网络平台存在着暗语 打着软色情擦边球 甚至是利用暗语接头后 换平台进行非绿色视频 露脸不露脸 明码标价 真的是毫不掩饰明目张胆 之前平台就被指涉谎 下架了类似哄睡觉型等功能 取而代之 增设了无子齐连连看能小项目 而这只是挂羊头卖狗肉 其实最开始 陪玩行业还是很单纯的带打游戏 但随着陪玩产业的高丝发展 许多事情就开始跑遍了 大多数点陪玩的人呢 都是经常玩游戏的 舍得把钱花在这个上面 加上许多平台上的男性用户 还真就吃这一套 也就变相促进了平台灰色产业的发展 违法成本低获利高 让游戏陪玩乱象真是屡禁不止 诈骗赌博涉谎无论哪一种都是违法行为 更令人担忧的是不少未成年人 很可能身陷其中